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把前面前面这个项目换掉 这个地方他的值会跟着会去做改变 我们可不可以去算出各客户的出贸利率 应该不叫出贸利率 这就叫获利率了 哪一个客户给我们最高的获利 是不是就很简单算 例如说我这边我再放一个这个文字资料 然后客户名称客户名称 然后我把这个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项目放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有771个客户对不对 然后我把出贸利率出贸利率放在这边 然后呢我依照依照出贸利率排序 就是在上面点一下 这是递增 再点一下就变递减 所以秋红他给予我们公司有最高的出贸利率 我为了证明这件事情 我先把他的销售额也放上来 然后再放他的利润 利润 你看哦 秋红是不是3471倍多少来除 7301 各位有手机吗 拿出来要不要去算一算 答案就是0.48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可是随着我们的那个项目换掉 他可以直接直接帮我们去做计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要把它想成很复杂 你想如果说你以色列很好 我当时我在想这件事情 我花了好久时间来去想 你不要太复杂的去想 你只要去思考 你看嘛 我现在有没有算错 通通没有算错 我还把各个资料都倒出来给你们去看 他就是很单纯的用一个什么公式利润被销售额来除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这些资料了 所以请你们 请你们函数的那个用法 停留在国小程度 只要会适折运算 那种程度就够了 听得懂哦 你不要把它先想太复杂太困难 不然到时候我在教DX的时候 你想得越复杂 你可能越难学会 好 所以我现在我只要请你们用什么方式 新增量值 然后打出这个公式 打出这个公式 没问题哦 出毛利率等于什么 请问这个你们会不会 会吧 这个SUM这个函数 是真的都不会 你根本就不应该报名这个班级 你应该要报名 E-Sale那个基础班 对吧 因为我的E-Sale基础班一定会找你SUM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被什么来除 顶单里面的销售额 记住哦 这个内容是怎么放上来的 这个内容当你只要用 刚刚我们这边是不是输入SU 然后这边请用方向键 方向键选到SU 这个时候你不要打字哦 千万不要打字 你只要按CAP键 然后接下来再用方向键来去做选择 这样子你就不会打错字 因为很多人会打错什么 打错这一个撇 就是这个撇 十个同学大概会有两位到两位或三位 他会忘记这一撇 何必用打字法呢 对不对 也不要训练老师的眼力 好 所以就请用CAP键 绝对不会错误 又刮胡 然后Enter 好 那我就接下来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请你们来去完成就是说 纸类别 纸类别产品的出毛利率计算 各纸类别的出毛利率计算 您看一下哦 我现在这个纸产品 纸产品出毛利率算出来了 各类产品的出毛利率也算出来了 各客户的获利率 我是不是也都算出来了 这次纸产品出毛利率也没关系 经典的 associated 然后就是为了 还有一个各项市场